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彦主席是师傅在大陆的普序市北京一号 我说个渊言给各位大家看看 给他鼓掌一下 他是早期来的时候 他说大概我们都不太会喝酒 结果就在板桥 林人上林董事的黄蒂姬那边 师傅要我跟黄教授一起去参加 他想说当大学教授 当大学校长应该大概是什么都不会 结果他就喝酒 喝酒我也跟他回敬 结果他发现说 哎呀 好像今天踢到铁板了 结果呢也喝了很愉快 结果一下子不太小心 就到底是跌倒呢 还是真的是拜师 他就趴下去了 结果我们他在鼓掌 这个院局长很有智慧 这个时候拜师拜得很恰当时候 结果他就这样子 参成为第一号的大陆的地址 所以我们院局长一直到现在 他也不敢退到 他那时候我们有什么活动的话 他就尽全力的 包括到以前我们进去银梦山 都还得买票 都还得做什么 还要付钱 结果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另类的贵宾 所以我们的车子就直通 从极限就这样直通进去了 这都是他的功劳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他喜欢用的方方面面 不是方便面 那我们各位大家都是 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切入 每个角度每个人都可以贡献 我们非常谢谢院局长 院院长 对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鬼谷文化 包括到涵盖到 尤其是让师傅常常说的 有涵盖到辱世道 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排 正好是接着他所说的 我们两个也没有套招 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接着 就请台大的黄启湾黄院长 来跟我们阐释 鬼谷文化与儒家 接着第二位是我们的佛 我们之前自其法师佛佛 他就讲鬼谷文化与佛教 第三位是我们萧登湖 萧教授讲鬼谷文化与道教 所以我们安排的师傅这样很可以吧 好来我们请黄院长 大会主席文言师傅 主持人杨院长 在杨院长的主持之下 我们压力真的是很大 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要特别帮宴局长做一个宣传 宴局长去年出了一本巨著 骑水三千年厚厚的两句册 把骑水三千年的一个历史地理的背景 做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 我个人有幸在第一时间败读 非常高兴 也建议各位有机会 能够败读院局长的大助 那么谢谢 刚才院局长提到 还有各位前辈提到 研究硅谷字 有好多好多的面向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古智金用 提到这四个字呢 我们就必须要非常佩服 这个主持人杨院长 因为这四个字 是他提出来的 因为有这四个字 然后结合了 黄春之教授的 所谓的追根溯源 几乎已经成为我们 维新圣教的一个心法 那今天讲古智金用 就必须要先追根溯源 刚才提到 研究硅谷字呢 有好多好多的面向 那我个人呢 就我个人的 自己比较专门的部分 那在这里呢 跟各位谈有关 学术思想这个面向的 鬼谷字 那么 首先呢 我们现在提到 鬼谷字 是所谓中横家的始祖 但是我们必须先要了解 所谓的中横家 或是儒家 道家 这个所谓九流诗家呢 是在汉代的时候 才提出来的观念 在这之前 根本没有 有这个数 但是并没有被称为 所谓的家 因此呢 我们要追根溯源 再往上追的话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地深奥 不过这里呢 我可以简单地说一下 就中横家跟儒家 或是鬼谷字 跟儒家的这种关系 其实 他们是同源 而异数 不同的方法 但是源头是一样的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孔子 五十岁 才开始学《易经》 我们现在 微信教 最根本的 一个心法 就是《易经》 那鬼谷字 他当年是不是 也学《易经》 那这个《易经》 是在孔子之前 更早的时候 就已经有的 孔子经过整理 那么 诗记里面 确实提到 有鬼谷字这个人 如果我们 就学术的立场 去做一个考量的话 鬼谷字 大概要比孔子 晚了一百六十年 孔子是在春秋时代 鬼谷字是在战国初期 那么 当这个 古人在解释 所谓的 中恒家的时候 他们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 中恒家的源头呢 是什么呢 是行人 走路的行 行人 这个行人不是 我们现在在路上走路的 是古时候的使节 甲国派到 以国去的这个使节 其实后来 又简单称为行礼 礼是道理的礼 又演变成 我们现在 出门提的行礼 这个词语会变化 那孔子对这个 所谓行人的解释 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能够把诸侯之间的事情 调理得好 让百姓能够 安和乐利 这是行人 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么其实呢 就我们的观察 孔子本身 他几乎也 有类似的一种角色 在当时呢 称为所谓的游士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过 所谓的儒家 是在汉代的时候 才提出这种概念 在这之前呢 只有儒者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些儒者 也跟其他所有的 这些思想家一样 他们都是到处 去找机会 希望说能够得到 当时诸侯之间的重用 因此呢 就这个源头来讲 宗宗家跟儒家 或者说鬼谷子 跟孔子 他们其实是一个 同源的 我们可以 做一个合理的推测 根据史记 里面的记载 第一位的所谓的游士 就是像孔子这种游士 可能就是江上 江太公 那么因为江上 江太公这一支传下来 后来齐国呢 就成为当时文化的一个中心 有所谓的济下学宫 济下就是现在的济南 三中神的济南 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代 所有的这些有名的学者 都曾经到济下去 包括鬼谷子 他到济下去 参与学工的活动 然后 苏秦 从洛阳去 张宜 从昭哥去 然后苏秦跟张宜 发现有鬼谷子 这样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就败在他的门下 使得这个所谓的中文家 鬼谷子 这样的一个文化 能够得到发扬 这是我们 这个 我第一题 那么还有呢 有学者曾经提到过 鬼谷子 可能受到道家的影响很大 那我们也都知道 孔子曾经 在他年轻的时候 特地到洛阳去 见老子 道家的始祖 老子 那老子呢 在临别的时候 送他一段话 那这段话呢 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得到一个国君的尊重 那你就可以为他做事 如果这个国君对你无礼 你就要拂袖而去 所以当孔子在鲁国 他是鲁国人 当然他应该是宋国人 后来到迁到鲁国去 当鲁国国君对他无礼的时候 他就断然了 就离开了 我们现在说得好听了 说他周游列国 其实他是流浪列国 到处去找机会 几乎有机会在楚国 要留他了 可是又被挑破 在外面几乎 在外面几乎 流浪大概有 十五六年 最后还是失望 而回到鲁国去 从此不再想要做官 开始 修书 他没有著书 他是素而不做 他是修书 修春秋 然后希望把自己的理想 能够传达下去 那么我想 虽然事隔一百多年 鬼故志应该也是 类似的一种表现 他必然也是 因为我们对他的生平 事迹不是很清楚 没有记载 他应该也是 在不能够得到 当时诸侯的尊重礼遇之下 断然决定隐居起来 专心办教育 所以培养了 苏卿 张仪 这些人才出来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他终身隐居 并不是不管天下事 他还是关心的 我想这是 孔子跟鬼故志 他们类似的地方 那么 我们一直觉得说 儒家呢 是比较传统的 那比较不讲 这种所谓的终横术的 但是其实呢 大家也都知道 孔子的弟子里面 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人才 叫做端木赤 就是子贡 当鲁国 孔子的祖国呢 遭遇到齐国的侵略的时候 孔子非常担心 征求他的学生 谁能够出面 来帮鲁国解决这个危机 有子录啦 有这个什么人啦 出来 孔子说都不行 最后子贡请因啦 孔子说你可以 平常孔子对子贡 并不是很欣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口才太好 孔子有一句名言啊 巧言 吝啬 嫌疑人 他口才太好了 可是当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 又非要子贡出马不可 子贡一出 建立了非常大的一种工业 在实际上说得非常清楚 那么子贡啊 不但在政治上 在外交上 有这样的一种成就 他在经商 经营商业 又是非常突出的人物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 特地为他 还有范里两个人 当然不止这两个人 以他们两个为主的 增加了一篇列状 叫做货值列状 我在第五集里面 特别把这件事情呢 做了一个介绍 他成为最有本事的 一个经商的人才 大家可能还应该知道一点 一般人 老师过世了 能够像守父母之三 守三年 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可是子贡在孔子的墓前 守三了 守了六年 而且他以他后来在 这个祝贺之间的表现 司马迁甚至赞叹说 孔子所以会有后来的这种 民生跟地位 都是因为这个学生 他的表现非常突出 而造成的 那子贡 比 鬼谷子 就是比这个中恒家的始祖 如果就时间来讲的话 要早了一百三十年 所以所谓的中恒家 或是所谓的行人 或是所谓的这个游士 在春秋中晚期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非常流通的 但是所谓的鬼谷文化 一直到鬼谷子出来 因为在战国时代 有抒情张仪这些人的发挥 所以我们看《战国册》这本书 它几乎就是集合了战国时代 这些所谓中恒家 他们表现的一个 极大成的著作 作者是谁不可考 但西汉的刘相 把它绘整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战国册 当然有许多的注解 那么我也在最近的一集里面 把这个鬼谷文化 跟战国册的关系 也做了一些介绍 这是有关儒家的 这个中恒方面的表现 那第三点呢 其实我们要谈一件事情 就是儒家与鬼谷文化的互动 那首先我们因为要 追根溯源嘛 那必须要先厘清 所谓的鬼谷文化 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当然刚才我提到的战国册 它是一个源头 然后就是鬼谷子这本著作 因为这两本著作的 综合形成了所谓的鬼谷文化 那这种鬼谷文化 影响就非常的深远 当然在汉武帝呢 独尊辱术 罢黜百家的 这样的一种思维之下 像中文家 或是其他的各个思想家 暂时都沉浅起来 但是并没有消失 那么后来又有许多的思想界的 这个异军突起 所以实际上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几乎都跟所谓的中文家 这样的一种思维呢 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其实这就是中文家的一种 看你要怎么去表现 那么下午黄春之教授 他会有非常精辟的发挥 那其次呢 就是鬼谷文化 跟儒家思想的会通 这我想是非常非常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 如果抒情 在拜别鬼谷子之后 他去游说过各国 而都失败而缓 回到家里去 被他的家人看不起 然后才这个悬梁追谷 开始真正用心地读的那部书 叫做《太公殷符》 如果《太公殷符》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黄帝殷符经》的话 那有一个线索可以告诉我们 宋代的大儒 朱熙 朱夫子 他不但亲自来编撰 《殷符经》 而且做了考译 不同的版本去做一种比对 而且对其中的一些思想 公为备制 这次说明 我们可以印证 杨院长所说的 《古智经》用 古代的智慧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成 但是后来的人啊 是慢慢慢慢会去体会 会去诠释 然后会去运用 其实 微固执思想跟儒家思想一样 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不能够虚拟离开的 但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心 就是我们常诗所提到的 违心 你要心证 然后你做出来的就证 不然的话 就像苏秦 那么他自己呢 最后弄得自己 都身所益处 当然这是 特别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 谢谢 谢谢黄院长 刚刚特别提到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或者你在研究上有需要 请你在第一集 可以参阅 黄院长的 鬼谷子利他理念的建构跟实践 师傅一直告诉我们 本中门是个利他的中门 你可以在黄院长的这篇文章里头 看到 如何能够说 中门就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中门 另外呢 在第二集 讲儒家跟众恒家 第三集 中门家与道家 第四集 鬼谷自列的转化 那 这是特别刚刚所提到的 商场及战场 什么叫转用 转化 另外特别 有个专辑 在第二集里头 就有所谓 鬼谷文化之古字经用 所以从学术的角度都交代的很清楚 这个是所谓一个做功课 就是这样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下面一位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特别请 祭祠法师 祭祠法师的头衔 很多 不胜美举 那他呢 每年大概也都来参加这个祭祖 大典 同时也带了他的很多的学院里头的 这个信众 他的弟子 他们一起来台湾游学 到处可以去看看 学一学 我们请祭祀法师 谢谢 非常感恩 杨校长和魂元产师 我现在手着能滴水 因为我2015年未来 到现在 我都是在医院里待 根本外行不了 现在我痛得浑身哆嗦 今年两次来台 都是参加禅师的活动 一个是五月端午 我们圣像的落成 当时我说 宁舍生命 不舍同餐 就是婚元产师和我是同餐道友 我说我即使死在台湾 我也要去参加 禅师这个活动 所以在参加活动的当天 就送急诊到台大医院就诊 才第二天能顺利回到大陆 让所有的弟子吓得嗷嗷哭 就送到台湾大学的医院来抢救急诊 然后这一次 六月二十 禅师又带着大众到了洪佛寺 当面给我讲 说你来记住 我说我身体不行了 恐怕不会允许 然后禅师就说 好 我给你做手术 然后咱们三院闲事就 把禅师从 我们名字是二楼 其实是四楼 抬下来到三祖面前 给我动手术 我当时说 我说是好了一些 但还需要继续治疗 恐怕还是来不了 一直到十一月十号 园艺法师再次邀请 我说我还是动不了 我不能去 又到了十一月二十一号 园艺法师又给我打电话 说你一定要来 并且现在要委托 你要写八千字的论文 然后呢 要在大会上做交流 我说我这个佛爷啊 现在二十一号 立元月就这么短的时间 让我写八千字的论文呢 我说我是神仙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宗长 陈湘荣就一直劝我 说师父要给自己喊加油 为了禅师 你们自己这样好的关系 师父 我给你信心 你给我信心 本来陈湘荣也不来 他说师父我陪你 咱们一起去 好不好 我说那你就准备好一个盒子 如果我去 需要在那里火化 你就把我抱回来 真是这样 然后我感业 然后写了这一篇 一万多字的小文 来供养三主 来供养三主 那么我想撇开这个文章 因为这个在第九页 一直总共用了十一面的 站这个册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想讲 当今世界有两大永恒的主题 一是发展 二是和平 一是和平二是发展 永远不变的主题 那么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 我自幼出家 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 大学里边来任教 现在中国大陆的高志愿校的 经济法教程和国际法教程 都是我主编 我是研究刑法 却教了16年的 国际经济法的教授 又是在医学院里头 来做这个 医事纠纷研究专业的 研究导师 所以我自己是在2009年的时候 蒙大师至菩萨的开示 让我回到河南 因为我一直在温州医科大学 做院长主任 来代研究生 所以回来以后 就碰到了几个局势 我就彻底地放下万元 工资什么都不要了 我说我就留下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 见了高秀琪上师 高秀琪来说 婚元禅师要来看你 那个时间 知识陈湘荣给我煮了一间 一间办公室而已 然后呢禅师就去 就这样结缘我们再没有断过 那么不管是作为学者 还是作为宗教界的教职人员 人人各有几职 人人各尽其责 那么我们的基础大点呢 是用宗教的礼仪 宗教的法仪 宗教的形式 来为社会服务 那么我们学者呢 是用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智学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那么我们宗教界的人士 在社会和平发展的 这个大潮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 占有很大的比重 我自己去了佛光山 和大师在谈 三院和佛光山的合作 办大学的事情 和他做交流的时候 旁边杨校长的 另外一个杨校长 杨思维校长的夫人 就有浮体现象 她说我是你的外婆法师 我说我知道了 你是明景泰年间 名字叫王秀娥 你确实是我的外婆 对吗 她说哇你这么清晰 我说对啊 当时因为是你 让我扔在了庙门口 当了那一次的和尚 我说这一次我又是个和尚 谢谢你来看我 我给你解缘解 说这个你想啊 一个大学的教授 在台湾台大的教授 他自己怎么会知道 明朝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的学者研究的 是我们当下的事情 我们宗教界呢 研究的不单单是当代的事情 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也不可得 未来心也不可得 但这三心都汇聚至当下 如果我们当下不能融通贯通 这个三个心的话 那么忘了初心 怎能得始终呢 就没有办法得始终 所以我们自己 佛教台 这个佛教卵文里头啊 讲到鬼姑子 是我们佛教 除盖章菩萨再来 他的母亲 是悲因菩萨 这里边呢 也可以看到 我就不再讲了 那么 王禅老祖也好 释迦摩尼佛也好 首先他是人 所以宗教大部分 很多的人呢 就刚才有几位讲到 我们在宋元的时候 人才没有了 变成了精灿为主的宗教形式 也就冲邪道了迷信 把这个文化呢 给放掉了 宗教界的社会作用呢 也就不是很明显呢 导致了很多人 对宗教的看法是 骗钱 骗钱 再骗钱 没有其他的作用了 是吧 来到寺庙要做法会 说是功德主 你要拿钱 说是要印经书 你要拿钱 总是什么事情 都让你拿钱 这种就导致了好多人说 哇 那都是牛鬼蛇神 请离他远一点啊 请离他远一点 所以说 我自己在十一岁第一次来台湾 和我的二祖父 李炳南局势 游过沟通 我说爷爷 我在河南住 你是吉南人 好奇怪啊 他说你看 俩兄弟就这样逃荒啊 干什么 一个到了山东的吉南府 李炳南在吉南 我的爷爷呢 就留在河南 所以在这样的话 十一岁我来见他 和他沟通这样的问题 他就给我讲 他说若学佛 咱们家已经七百多年的 学佛的历史 咱们家有二十多位和尚 你自己一定要兴经教 不要兴经参 我说爷爷你放心 他说不要教爷爷 你现在像僧像 你是师父 我是局师 我说大菩萨 我一定会做到 所以从十一岁的时候 我就在讲 要想政法兴 第一个是僧赞僧 要学会包容 刚才燕院长讲 婚言禅师是什么教 不单单有人问他 问我的更多 因为我本身是享受 大陆公务院紧贴的专家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好多人质疑我的情况 说你怎么和他做 还有那一年我在台湾 搞这个书画艺术展 当佛教界的代表 到了一看婚言禅师在 那几位和尚站起来要走 就是咱们台湾的法师 说哇你清净外道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然后我当时就很不客气 我给几位 咱们台湾的佛教的几位大德 我说我们经中允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众生结局如来性 试问你是不是在造口业 我说哪来的外道 我看到的是 回元禅师的如来性 我看到的是众生的如来性 何来的外道 哪来的外道 所以谢谢 谢谢 所以我自己呢 不单每一年都来 并且的我还让我自己的 师伯的徒弟 新济大和尚 也就是了空大和尚 败在了浑言禅师的门下 成为了大陆第一个 具有伟信众法名的 出教和尚 新济大和尚是 四川佛教协会的理事 靶中佛教协会的会长 南疆佛教协会的会长 还是政协的常委 咱们禅师给他取名袁正 所以这是我带他来 今年我又带了 广东省广宁禅寺市的方丈 江西宝昌市的方丈 来了几位年轻的生财 他们也在技术大典的时候问 哇 他们为什么不穿袈裟 我说你没有看到吗 他说我真没有看到 这是什么衣服 我说下去再说 下去再说 但是他们都接受了 我想跟大家说这个的 就是王禅老祖也好 佛也好 佛即王禅 王禅即佛 佛即混元 混元即祭祠 即大众 大众即佛 这是如来性 这是如来性 所以我们古至兼用 为什么叫古至兼用 说现在白度网络这么发达 我们自己黄院长讲了 说这个革命以后 社会该怎么样啊 为什么古代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成就的大德一大把一大把 一大群一大群的 现在咱们在这么好的条件下 你为什么就不能成就 不能开悟啊 因为你的心有一个大洞 因为你浮躁 你不能安心 你不能安心呢 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能安心呢 就是取来太容易 因为我要看书 根本不需要去图书馆 我自己只需要百度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看 看完了 哇 什么东西又撂掉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反反地看 不能够再深入地看 不能再深 不好意思我坐一下 我有就支持不住 阿弥陀佛 我可能会超时几分钟 请允许我表达心声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们自己是研究的是人的智慧 不是研究虚伪的智慧 王禅老祖的智慧 和释迦摩尼的智慧 都是通过他的弟子 表现出来的智慧 如果说没有后续的 这些阿南等等 这些大阿罗汉的积极 我们很难见到佛经啊 那同样我们自己 鬼姑先生啊 他没有他的徒弟们 在战争方面 智慧方面突出的表现 又有何人会去追问 鬼姑知识何许人也啊 没有 昨天我自己给 因为这一次跟我来的 因为我一直说不来不来 我的弟子大部分 说师父都不去我也不去 所以临时我抓了几位朋友 这一次跟我来的 二十多个人呢 大部分是第一次来 他们问我 他说 哇 你师父啊 你这个浑原禅师 上去为什么会打嗝 我说我告诉你 打嗝之前是浑原 打嗝之后是王禅 我说你要记住 我说你只要听到 浑原禅师 鹅一声 王禅老祖降临呢 就是王禅老祖 他没有这个打嗝之前 他是浑原禅师 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而已啊 我说只要鹅一声 然后这个时间呢 就几千岁了 就几千岁了 几个弟子说 哇这么神奇啊 我说对啊 我说你没有看到吗 他今天看到了 才看到 才看到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个 那另外呢 刚才也有我们 郑校长 我们也算好朋友 这么多年了 说这个 违心中 怎么能够长久 只要我们 三院贤士 弟子 还有我们自己这个 还有违心弟子啊 能够传承 浑原禅师的心 就心的意 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出力苦的这个意 然后我们自己才会长久 那么 违心圣教一人为本 佛家也一人为本 那佛言 英国是从四柱开始 果报开始 就人从出生那一刻 就证明你是受善报来的 还是受恶报来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虽然不让我们出家人去算卦看卦 但是释迦牟尼佛在 大正藏的密教部 却讲了曼陀罗择地法 也就是四十二风水妙法 然后呢 并且又给大家在大层般若部 来讲了要是本愿经 那么我们自己佛陀很智慧 说你自己不要拿着这个来生财 但是你一定要拿着这个来 让大家都过得安稳 所以我们自己求往生来念阿弥陀佛 我们求当地 当时 当下能够好 我们就自己就来修药师法门 但是呢 佛陀又很智慧地弹出来 要用曼陀罗四十二则地法 也就是我们的堪欲风水学 所以我们自己净土中 沾谈功德法系大十字的妙法 就是一元法将念佛的使用 那么魂陀阳师呢 他也是教育 人用古字来更改 不我报的受力 怎么来说我们禅师不是外道 是佛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来造神 他是来造人 他没有让几个弟子成为一个算卦先生 然后去赚钱 而是面向全球来普及 易经 那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断自己财路 大家都学会了 没人找他看卦了 他是不是就死悄悄了 所以就从这一点 他是如来性 众生只要把古代先贤的一切东西都学会了 他就安心了 他就安心了 所以我们魂陀阳师是当下的大教育家 是一个绝对的大教育家 那么他绝对不是神论来迷惑大众的 是呼吁大众来学易经 用易经成就全人的大师 全人类都是大师 都能够来解决自己的困难 那么咱们自己祭祖的三生一拜二拜的这位大菩萨 我们昨天在一经大学有见 他说我自己十三年来啊 都是这一天 师父让我喊一拜二拜三拜 我说你的声音最好听 我说为什么你最好听 我说你是天人 我说但是你十三台你都不会吃饭 他说对啊 我每一天每一个元旦我都吃不了饭 一吃饭就出事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为天人服务 为佛服务 天人送食 俗食吃了你就没有这个法音了 你就没有这个法音了 我说你自己在八官栽戒嘛 你自己在八官栽戒 所以鬼姑子民因果故而隐居 银儿教授 就是他知道了自己并没有这个皇帝命 什么这个命 他就想哦 我要教育大家成就这个命 所以他自己银儿教 更是民因果受其法 让有责任者呢 来胜任时代的需要 所以说就有了一句话叫 子贵富荣 学生好了 他也就有名了 他也就有名了 总之啊 我的节语里边说 鬼姑子和佛 都是人间的 生在人间 成就在人间 服务于人间 说有的人死了 现在还活着 恐怕也就是这些大圣先贤 那么现在 台湾有我们魂元城 是离领大家 天人合一 我相信古智 一定会尽用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谢谢 我看你那个盒子可以丢掉了吧 盒子用不上了 中气十足 我还很有压力 因为各位等一下要吃饭 我们吃饭的时间 总共是50分钟 吃便当而已 然后这里1点10分要开始 我们现在请最后道教 道教的我们萧登虎萧教授 他台湾我们用的 这是他的著作 大陆用的是 黄立宗教授的 黄浦旭会长 在苏州帮他重印的 新编鬼谷全书 所以我们请萧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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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